大家好,HU的小猫君又要大家见面了 地狱宫史刘亚人惊爆吸毒 昔日影帝如今前途堪忧 让许多人都不胜唏嘘 我又发现同时八五生的众男神们似乎也陆续崩坏 包括近期刚宣布再婚的送中记发服 问问信息把黎明浩、樱花律师李忠硕 脸也都肿了一大圈 仅剩眼泪女王金秀贤帅气依旧 马上带大家来了解韩国八五生男神现况 陆续崩坏的韩国八五生男神 一、地狱宫史刘亚人 刘亚人过去凭借《燃烧恋爱》、《思道》等电影 站稳韩国一线男性地位 也曾主演《城军馆绯闻》、《六龙飞天》等热播韩剧 成为影视双期的《中五路四小生之首》 不过近日刘亚人却惊喘染毒 非法用药俗称牛奶针的麻醉药一柄分 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消息震惊全网 205年刘亚人以电影《思道》 成为韩国史上第二年轻的影帝 隔年再评韩剧《六龙飞天》 李方远一决一举拿下了《百想艺术大赏试地》 景生成为影帝的他 不仅没有因此停住不前 还凭借出色演技 陆续货帮歌打奖项 最佳男主角奖 前途一片光明 与孙正基、李帝勋、金秀贤 并称为《中五路四小生》的他 更是被选为众男神之首 影视圈地位不言而喻 虽然染毒似乎意味着演艺生涯完蛋 但许多人仍认为 有了同时《中五路》演员的李炳宪 何正宇和朱志勋 卷入丑闻《牛东山在籍》的先例 再加上刘亚人主要活跃于 相对宽润的电影圈 作为票房保证的他 过往好成绩及金战演技 早已经是备受肯定 再度复出似乎不是一件难事 陆续崩坏的韩国霸物生男神二 财发家的小儿子宋仲基 2010年 宋仲基以成群外绯闻走红 6年后 再以退伍付出首作太阳的后裔 柳石正一决爆红 晋升韩国一线男演员 而他在尚未离婚时 已开播的作品 《阿斯达冰临史》是失败了的 这也是TVN周末剧 虽然收视平均 6.550% 乍看不算特惨 但考虑到投资规模 和强大的配置等因素 他还是被认为不接了 口碑也是两极分化 吐槽的更要多些 他画风有时向全力的游戏 却又远远比不过 不过 最新推出的财阀家的小儿子 更上他再盘事业巅峰 一举荣获 2022年韩剧收视冠军 还刷新了近年有限电视台 收视排行榜 紧述韩少喜成名作 《夫妇的世界》 委居第二 不过 宋仲基和宋伟桥的 送送CP破绝后 就迎来了不少负面传说 包括宋仲基 新基础 近日宣布与外国女友凯蒂 先有后婚的她 又再度引来外界的议论 结婚喜讯 虽然收到很多祝福 但仍有不少负面消息传出 双方粉丝之间 也是众说纷纭 尤其是韩网爆出 宋仲基在离婚后三个月 就与现任妻子凯蒂交往 当时 双宋离婚风波 沸沸扬扬闹了好几个月 这么快就找到新婚 让人对她越加怀疑 是否是婚内出轨 加之双宋离婚 宋仲基 在没有与宋慧桥商量的情况下 抢先公布离婚消息 让大众以为是宋慧桥 做了苟且之事 后来罢出 离婚诉讼是宋慧桥提出的 韩国法律规定 只有非过错方 才能提出离婚 两年加在一起 宋仲基出轨被坐视 人寿瞬间崩塌 虽然宋仲基 凭借财发家的小儿子 在盘事业巅峰 剧中与孤王帅气模样 相差甚多的造型 引来不少议论 尤其在新剧发表会上的一声 种样就让不少粉丝 很是被吓到 并且财发家的小儿子 虽然收视率高 但这并不归功于宋仲基 他在剧中的鸣嘴式演技 遭到了不少吐槽 热播之时 很多人表示 冲着宋仲基来的 却被李新鸣吸引 靠着李新鸣追完等言论 男宋的演技 再次受到质疑和吐槽 最近宋仲基被曝光 低调出席朋友婚礼的照片 失业爱情两得意的他 疑似幸福肥的近兆 也再度引发网友热议 陆续崩坏的韩国 八五年生男神三 问问猩猩吧 李敏昊 李敏昊过去凭借 欢迎男子走红 2013年的继承者们 让他再盘事业巅峰 三年后 与权志贤共演的 蓝色海洋的传说 更上他走红全亚洲 还获选成为2017年 韩国国家品牌大赏得奖人 退伍后 拍The King永远的君主 便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恩书 远的不说了 纪念他编写的作品 此前也都爆了 比如太阳的后裔鬼怪 后来李敏昊退伍 复出作永远的君主 这部剧最后不解如此惨烈 这是在开播之前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李敏昊加金高银 加锦恩书账的豪华阵容 最后全剧平均收视 还不到8% 是SBS电视台 金土剧场开办以来 收视倒数第二的剧集 这样的收视 却是对不起这样的阵容 这部剧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虽然看到李敏昊被2019 韩流白皮书评为 或全球最喜欢韩国演员 也是着实的邪后呀 但自13年继承者们后 就没有暴剧 作品没跟上 还是会影响到发展 今年以美国Apple TV 家具集百清歌 正式进军海外市场 而李敏昊也终于要写 新韩剧回归了 即将在问问星星吧 与孔小镇强强联手 共谱太空罗曼时 不过李敏昊 虽为韩流顶级男神 却常常长歪 不仅身材忽胖忽瘦 肿脸样貌 更是常常吓到众人 多次因为发布引起话题 近日出席时尚大牌 分地活动的他 再度因为又胖了 掀起热议 只能说明明星身材 维持不易 粉丝似乎 也已经习惯了 李敏昊 常常肿起来了 陆续崩坏的 韩国霸物生男神四 黑话律师李中硕 李中硕过去 以秘密花园 打开知名度 并凭借着经典笑语剧 学校2013人气高涨 格涅又以首部当高男主角之作 听见你的声音爆红 后续推出的作品 W两个世界 皮诺秋都口碑收拾双收 奠定了韩剧半片天的地位 虽然李中硕形象一向良好 但最近却疑似幸福肥 几张发布进照 都吓坏了粉丝 脸明显肿了一圈 虽然与李敏昊相比 颜值崩坏程度似乎轻微许多 不过仍然引起许多网友的热议 还有粉丝马上搞笑 改称李中硕是前夫 韩国85年生男神舞 眼泪女王金秀贤 金秀贤2011年 现实凭借着梦想起飞 Dream High打开知名度 成为当代炙手可热的最强新人 各年由于拥抱太阳的月亮 攀上视野巅峰 童年演出的电影《神偷大街案》 甚至连续两年 位居韩国影史票房首位 更让他成为首位在童年实现 千万观影人次电影 和国民收视率电视剧的演员 2013年 金秀贤与全志贤搭档演出韩剧 《来自新兴的你》 不仅创下超高话题及收视率 还因此以多米俊一角 走空全亚洲 他成为白项艺术大赏 50年来首位影视人际 双料得主 影响力不言而喻 而金秀贤近期也宣布 将与金志源 共同出演新剧《眼泪女王》 高音质CP 早已让粉丝期待之破表 韩国85年生男生五 金太苑 朴薛 朴薛 他是这两年 85里面演卷难得热剧不断的一位 演Kill Me Help Me 男二上位之后 和黄正义再次合作的 他很漂亮 热度就很高 后来《三流之路》收视 从5.4% 升到了13.8% 自从转了《三流之路》之后 接下来连续有两部 口碑和热度 都非常不错的作品上线 也算是帮助他 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金秘书为何那样 水花也够大 李泰院Class 结局收视 16.548% 在GTBC历代里 仅次于夫妻的世界 和天空之城 都非常不错 然后电影方面 虽然他目前是 还不太行的 还没能打得主演 代表作 但金生虫掌握奥斯卡 可见朴雪俊 挑选剧本的眼光 也是相当不错的 发展势头是好的 就看之后 能不能遇到 让他尚未提开的作品了 而今日 刘亚人爆发吸毒丑闻 另外三名八五生 顶流男神 李中硕 李永浩 宋仲基 都相继发福 一张学的网友笑说 哎 这群八五年生 五大小生 都陆续崩坏了 只剩金秀贤 还独自苦撑 有不少人表示 金秀贤相当自律 其他方面先不说 至少身材 一直都保持得很好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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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